前段时间,美军及叙利亚民主军,土军及叙利亚自由军,叙利亚政府军等多支武装力量积极哈在克省,经过一系列军事部署后,各方势力最近开始蠢蠢欲动。 毫无疑问,美军的动作最为激烈,据悉,本月11日到12日,美军战机对哈在克省的数个村庄发动空袭,并造成约30名平民丧生。 截至目前,美军以清洗IS极端武装贩子为由,共造成上千平民死伤。 美军士兵此外,美军近期开始,频频空袭叙利亚政府军的军事设施,并态度支持叙利亚民主军台部戴尔主而省,与俄式联军争抢石油资源。 正当美国准备大战权角之时,哈在克省却传来了噩耗,与此前,药物扬威不同,美军此番的确吃了大亏了。 美军战机至俄媒报道,本月15日,驻扎在叙利亚北部的土耳其大军,突然袭击了哈在克省境内的一支美军海豹突击队,并当成后者至少两人死亡。 另外,伊拉克政府军,近期对哈在克省的空袭,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军伤亡。 空袭画面资料图大家都知道,俄选联军之前将主力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。 第一个就是叙利亚南部的拉省,他们意图彻底切断美国支援叙利亚民主军的重要通道,以其南北并进,不断消灭美国支持的叛军武装。 另一方面,叙利亚政府军三大主力,在戴尔祖尔省一带,集结了7到9万大军,美军及其盟友也在这一带集结了6.5万兵力,因此,戴尔祖尔大战或许不可避免, 而这却恰恰给了土耳其机会。 图军士兵图军这段时间取得非常娇人的战绩,既收复役得利补胜后,叙利亚北部以及西北部基本落入土耳其手中。 埃尔多安的目标也绝对不仅仅是解决库尔的人问题。 据悉,该国制俄逊军蒙公德拉时,曾公然派兵燃止俄军,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拉塔基亚省,因此,土军此次袭击美军海豹突击队,或许是为了继续扩展其势力范围。 叙利亚政府军与土耳其不同,伊拉克军队的打击重心,一直停留在消灭IS层面上,因此,一军此次的空袭行动,只是为了维护该国业境稳定。 但这却直接造成了美军两大盟友的误诈事件,特朗普总统此番恐怕心都要低血了吧,而俄罗斯方面无缘无故获得外援,也得以暂时环解其面临的巨大。